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地平线5吃鸡模式 这个游戏真的不太适合飞球玩家 打了两天一把第一都没有拿 但是这一期还挺有意思的 就在我们正前方有一个车帮 不瞧落地有高级车 有车帮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看一眼是个什么车 还是个六级的帮忙呀 虽然不是最强的EXO 但是也还行 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局 六级车开局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去方程一下可爱的甲克虫 可爱的甲克虫 我来了 走了一会儿前面有一个捡车包的 之后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车 我觉得它应该没有我的车好吧 再看一眼地图啊 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看到它的话直接蹲就行了 人呢从地图上消失了 不过没有关系 应该就在这儿跑不了 妖怪哪里跑 好像是一个梅塞 哦不 是一个四级的斯法鲁呀 那你没了呀 我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 直接冲就完事了 问题不大 快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不要给我法拉利 别的车随便给我就行了 谁让法拉利的底盘那么低呢 来来来 除了法拉利 你随便给一个就可以了 不会吧 这都给我法拉利呀 还真的给我说中了 我这张乌鸦嘴 算了算了 法拉利就法拉利吧 咱也不是没有赢过法拉利呀 这个时候人应该很多 升级也是非常简单的 看这不就来了吗 这个时间点应该不是什么好车 我们放心往里面冲就行了 是个傻车呀兄弟 让我看看 哇 好像是个甲鸽虫啊兄弟们 也是那甲鸽虫 法拉利蹦一个甲鸽虫 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来给你一个 一笑博大的机会 好 蹦上了 看一下这个点在哪里 OK 点还在我们前面 那它没了 说实话最近我都被打懵了 当我是甲鸽虫的时候 老是有人追着我 导致我现在看到甲鸽虫 都非常兴奋 这个点有两点多公里 虽然咱们是不好开的法拉利 但是它是一级的甲鸽虫 我们还是很稳的 还有最后一点多公里 他好像不追了 怎么回事啊小老弟 一点经济精神都没有 差评 这种地形跑法拉利也太爽了 根本不用担心车轮会还 OK 我们完全不慌 还有几百米 油门直接松开就行了 OK 直接拿下 要升八级车了兄弟们 八级的话 你们觉得会来什么车呢 可以把公平打在窗面上 来来来 让我看一下这辆什么车 只要不是雪佛兰 什么都好做呀兄弟们 啊 明觉呀 好车好车 有了明觉之后 我就更有底气了 咱们还是继续找人吧 这个时间点 拿到了八级的明觉 我必然要一路高歌 淘汰数人升到十级 就到了圈的边缘 如果遇到人的话 赶快掉头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终点的话 应该会刷到咱们右边 这边有一个车 哎 还是碰头车 那就对不起 我一定会刷到那儿 那么天啊 我一定会刷到那儿 就好了 我们下午 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级神车嘛 无敌了呀 还能跟我这么紧 我感觉非常惊险啊 兄弟们 很有压迫感 不过就剩下几百米了 它好像不动了 那我直接就拿下了 中间我要是装到树什么了 那就没了呀 兄弟们 这一波战车的话 我觉得非常惊险 不过还是被我拿下了 要升十级了嘛 十级车的话随便来 我感觉以我这么好的运气 不至于给我一个F9吧 来吧 发射员 我就看你的了 这一次就看你给不给我面子了 随便给我来什么车就行 F9 开玩笑呢 真就我说什么就来什么呗 那我都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能运气翻倍 实际是F9的话 那我就不换车了 咱们这把就挑战用F9吃鸡 来到了决赛圈 哇 这次的终点是在公路上呀 F9跑高速 真有你的 目前的话还有五个人 我排第三 应该还有机位 这个点的话一共只有四点多公里 哇 纯纯的高速圈呀 兄弟们 我的速度已经飙到了三百多码 但是还是没有差那么快呀 我还是跑野区吧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前面应该有一个九级的福特 咱们先跟着这位大哥吧 不管那么多了 哇 这都能装防水 有没有搞错呀 走吧走吧 不管它 咱们往前冲 现在咱们是第二的 第一估计是亮十级的超宝 难搞 我们想到会刷这么平坦的高速圈 也没事 万一那个人从高速上掉下来呢 也不是不可能 速哥 我不想拥抱你 谢谢 穿过前面这个小速流应该就差不多了 千万不能拥抱速哥 哇 完蛋了 当我想重新做人的时候 我就已经拿到了第二名 这一把的决赛圈太难玩了 或者说我的脸太黑了 兄弟们 喜欢这一视频 记得点赞就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